尊敬的网友们推友们大家好 这个关注我的推友们已经达到9万了 文贵在这录个视频向大家表示非常非常的感谢 此时此刻这个非常的激动 因为这个我们在很短的时间里面 也创造了推特世界里面的新的奇迹 我知道这是大家对我的这个关心和对我的期望 这个文贵不会让大家失望的 我一定会在反对以黑反贪 以警反贪 这个以贪反贪 然后反对这些盗国者推动中国的依法治国的路上 要走下去 坚定的走下去 而且希望推友和网友们再次的更多的关注文贵 更多的支持文贵 然后呢同时我也希望大家和我一起推动这个依法治国 文贵有很多问题 有很多缺点 我希望你们指正和批评 但是我深信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刻 特殊的时间和特殊的机遇下 我们有机会能做特别大的事情 最近几天来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我在这里不能一一述说 由于各方面原因 但是未来你们会看到 我们现在获得了全世界的人们的关注 一切有正义的和关注 关心中国的 还有一些在历史上和中国有这样那样关系的人 都在高度的关注着我们现在事态的发展 这既是我们的机会 也是我们的挑战 因为这更要使我们每一步要走好 我们的所有的提供的反贪的资料和报的料都要扎实 都要有确凿的证据 因为最后来评判的人一定不是这些盗国者们 现在掌控的国家机器 也不是我们这些推友们 而是十几亿的中国人民 还有这个全世界关心中国的正义的人士 更重要的事情 大家一定要有信心 最后我们要通过法律手段 让这些盗国者们真正的伏法 得到他们应有的惩罚 而且更重要的事情 推友们和网友们在这个时候 我们不要激动 不要超时过急 不要急于做吸眼球的事情 文贵提供的证据是真是假 时间会给你们答案 法律和司法机关会给答案 事实一定会遭险于天下 大家要一定有这个信心 而且文贵再次在这里要表明 不反习主席 我认为习主席是我们现在 所做的这个大业当中 千年不遇的一个圣人 他是能帮我们实现这个理想的 我深信不疑 再一个我们不反政府 不反政府 不反中国 我们要做一个让人家尊敬的中国人 那我们就一定要客观公正 而且我们要守法 不能和那道国者们一样 这个满嘴胡言 把假话当真话说 还让老百姓相信 还要当成理想 那么接下来 大家看到的这个 所谓这些天发生的事情 无非这些道国者们 就像操纵709事件 范雅事件 一租宝事件 雷阳事件 徐明事件 李明事件一样 欲盖弥彰 用威胁 黑社会手段 包括了这个 所谓的我一个个人担保的 一个我们公司的一个 这么一个 因为专案主查封 没有履现的承诺 跑到跟他们半点关系 没有的管辖地的美国来起诉我 同时他们也是海南航空的投资人 这些愚蠢的无知的 这种这种这个傲慢的这种做法 实际在帮我们 包括这次的最关键 在这几天发生的事件 VOA的这个断播 还有外交部的这个 陆康先生的这种发言 还有一个这个所谓的红色通告 包括了这个对我们家人和员工的威胁 包括在这个24小时 逮捕了我们的两个这个董事 方正的董事 一个是马南女士 一个是徐昂阳 这些愚蠢的行动 充分地证明了他们 根本没有法律概念 根本不会所谓的根据以事实为根据 以法律为指成对待我们每一个公民 而且这都是他们说 威胁还有达到目的 即阻止别人对他们爆料的一些手段 这就像我以前说的 大家千万不要相信过去的几年 反贪反腐当中 还有这个网络控制 媒体控制 抓大V是为了国家 为了意识形态 绝对不是 就是这几个人来骗我们习主席 制造了一个个的耸人听闻的 所谓的这样那样的丑闻 会什么颠覆国家 以这样的理由 这样的这个达到了他们控制 他们丑闻出来的这个目的 同时他们收买了国际刑警组织 让这个孟宏伟去当这个主席 就是要威胁所有在海外的这些华人们 变成了红色通缉令 然后呢让你们这些人都害怕 不爆他们的料 所有的一切这几年的国家行为 都是被操纵成服务 他们过去的丑闻的封锁 同时他们偷国库的钱 他们根本不满足 这个贪官送的几百万几千万几十亿了 他们直接从国库里拿钱 从我们这贫穷的老百姓 炒歌的老百姓手里拿钱 因为你们把钱存给了银行 就以为是安全了 而且他们最好的办法 就是用一张纸或几张纸 然后这个贷款 把你的钱就拿走了 当然了 大家很清楚 姚依林已经过世那么多年了 姚家没有一个人有能力 有权利让哪个银行 这完全不符合贷款条件情况下 贷给你几亿几十亿几百亿上千亿 那是不可能的 任何在这个问题上做文章的人 那都是愚蠢至极的 那历史是要对你审判的 根本的原因很简单 就是王岐山书记 他可以抓任何行的行长 他只要使一个眼事 甚至让他秘书周亮出面吃个饭 那北京银行 开发银行 金融银行 所有的丑闻 只要告诉他们 你们贪污的事情在那里查 要多少钱有多少钱 因为给你钱的这些有史的行长 他们本身就是贪污腐败分子 当然他们的命 抓在了王岐山书记的手里面 他想给你多少钱 给你多少钱 所以姚静先生 他在海航一年飞行几百个小时 飞行上百次这些年来 从2006年都开始飞 一直飞到现在 这从来没停止过 这不是王岐山书记 在海南创下的这个利益关系吗 这是海航的股东啊 谁有这个权利呢 如果别人这么做 早被抓起来 一千次一万次了 这事实说明了 这所有姚静的这些利益 和所得到的尊重和荣誉 和他花费的金钱 还有他所作所为 全部依仗于王岐山书记 这是基本的事实 当然中国的共建法 孟建柱书记 他也要依靠王岐山书记 他们是利益共同体 那傅振华 还有孙力军副部长 孙力军剧长 当然要依靠他们 是他们四个人 左右了中国这几年来 所有的政局 在过去这几年 中国根本没有政府 只有这几个人 在管理的这个国家 控制的这些国家 所有的中国的热点事件 所有网友们 你关心的事件 哪个跟他没有关系呢 哪个是没有呢 大家好好想一想 所以我的爆料是真和假 大家不要在这讨论 因为真和假 不是你们能决定的 也不是我能决定的 最后一定会有国家大审判 这一点不要怀疑 任何在这方面抱有幻想的人 那都是跟他们一样的疯狂 他们以为可以永远的控制权力 永远的控制媒体 永远的控制丑闻 再不行你跑出去 我有国际控制组织可以抓你 再不行我可以杀你 这些都是吓唬我胆小的 当我们为了自己的生命和尊严 和为了我们起码的家人的安危 而去不顾一切的时候 这些事情根本不会成为我们的阻力 我希望所有的推友 我希望所有的网友们 你们一定要明白 文贵现在不需要你们给我私信的发 让我注意安全 给我这样那样的 我真的不需要 我需要你们是站起来的行动 维护你的尊严 维护你的利益 你们的存款去哪儿了 你们的家人和你们的朋友 受到了这个所有的威胁 你们怎么做的 这是最重要的 所以说我也再次真的非常的 恳请网友 我每天你看到我戴着眼镜 不是近视镜 是为了因为防这个电脑的这个光 我每天就大概十个小时 看电脑手机 我眼睛都受不了 希望大家呢 不要在手机里和给我私信里面发这个 惯心我这文贵啊 注意啊 健康啊 然后你怎么样啊 把我的信息再转发给我 这真的是太不好了 因为我很真诚地面对每一位推友 每一位私信我都尽量地去回 给你 感谢观看